12K和16K的区别真的很大吗 光固化三级打印 通过底面一块屏幕的曝光 把液态的树脂逐层固化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精致的模型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 也直接影响着打印的效果 哈喽各位 我是叫艾娃 这些是我之前用光固化做的一些模型 但在制作过程当中 基本不用这么打磨 就可以得到很有细节 表面有光滑的这些模型 我们近期一直在用的 这个Elego 4U 它是12K的屏幕 而这次4U升级推出了一个16K的机型 其实光固化三级打印本身就已经以精细著称了 那这次的升级到底有没有显著的区别 我们来实测做个对比 升级版新机型开箱完对比一下外观 两台机器几乎没有差别 只是16K的机器多了一个专属的分辨率涂装 侧面的WiFi天线改成了内置的 也支持了5G网络 内部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增加了补光灯 那这次16K的对比呢 我先是打印了两个比较复杂的手办模型 对比一下它们的打印能力 这两个模型都是我在晚上的时候打印的 外部无光源的情况下 这延时摄影4U基本看不见了 而4U16K非常清晰 因为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AI识别功能的 能够自动判断打印的状态 更清晰明亮的环境 理论上让它的识别也变得更加准确 评论平台和料槽都增加了手持部分 这会让你后处理的时候更舒适一些 打印过程依然配置了倾斜离型技术 又会减小模型被离型模扯掉的风险 打印过程里可以看到屏幕上多了一个温度的显示 因为4U16K机型新增了料槽加热 光光化一般放在单独的屋子里 如果你放3D打印机的屋子比较冷 那这个功能就会非常有用 冬天也不用给它的屋子单独供热了 它可以自给自足 接下来看一下成品模型的对比 这个模型单体接近0.5公斤 正常应该是拆件来做 我为了测试它的打印能力才直接打 来看看刚打出来的模型对比 这么大的模型直观对比上感觉没什么差别 不知道屏幕前你是怎么觉得的 我反而觉得这两个差别还不如颜色带来的差别感受大 4U打印的深色数值 它的对比度显得更高 猛的一看感官上会觉得这个深色的好像更有细节一点 而且模型后期会喷涂 所以它的细纹差别会更小 接着我又挑战了一下更小的模型 来看看它们的区别 这次选择了1比64的小车模型打印 使用到了相同颜色的耗材 类ABS的数值来打印 这是4U打印的 看起来外观也是很丝滑的对吧 而这是4U16K打印的 两个层高都是0.05毫米打印 但车顶的弧面明显16K的线条会更加流畅 能看出在微缩领域 4U16K却是显示出了显著的优势 最后总结一下 两台机器使用上没有区别 如果你要打印的模型是尺寸在10厘米以上 细小的花纹不会太多 那4U的分辨率已经非常足够了 而如果你要做的模型本身纹理比较多 追求极致的细节 那无论是大尺寸模型或者微缩模型 本身做的就是无限精细化的作品 那还是有必要上一上16K的 OK以上就是4U16K的实际使用体验 那它选择的双12上架也叠加了不少活动buff 如果想在打印模型上 有更多细节突破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那咱们下期见